字幕提供 你好 就已經經過老頭戳戶了認定 就是確定台大公會裡面有很多接帶助理 國外會公讀生都有庫庸關係了 老頭戳戶竟然跟我們說 所谓的接任助理跟校方之间是不是属于雇佣关系 竟然要通过个案认定 虽然我的个案已经成立 可是这样子的劳保保费也就是不主负担的部分 竟然是要从老师个别的业务费里面去支出 我们当一个TA一个月拿4000块 你副校长一个月你十几万 共体时间是要跟谁一起共体时间 劳动部 劳动部 不提提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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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助理 解害劳动 劳动部 不提提强 我也是检举人 为什么到现在都还是没有结果呢 我今天只能告诉你说我们一定依法出力 什么东西 我现在是检举人 我就是检举人 我就是检举人 公司 並沒有進一步的去檢討台大校園裡面的一些勞動狀況 所以在台大還是有非常多的接任助理到現在都還沒有納入勞健保 經典的時候曾經寫進到社會學所的就是辦公室 希望台大校方可以針對他們為何沒有納保這件事情進行處理 結果校況給台大工會的回覆竟然是 他們認為納保這件事情應該由老師自己負責 所以希望老師應該要自己出現替學生納入健保 但我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台大校方既然掌握了這麼多的資源 他們作為一個資方 然後不用了老師也不用了學生 他們就應該要自己負責任 其實在勞動部承認不用關係的情況底下 將學生納入勞健保 而且應該要全面納入 然後我的TES在五月的時候 勞動部其實已經發文給所謂的成大 確認我與成大之間是存在雇佣關係的 那那個時候十天內就是成大校方 就幫我強制加保了老保的部分 可是我覺得很遺憾的是 雖然我的個案已經成立 可是這樣子的老保保費也就是雇主負擔的部分 竟然是要從老師個別的業務費裡面去支出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因為顧方也就是所謂的資方 應該是國立成功大學而非教授本人 那這樣子的作為之下 其實是導致了非常大的師生矛盾 以及師生關係緊張的狀況 所以我非常強烈的建議 或者是恳求成大的學長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勞動部部長 麻煩你將所有的接任助理 通案認定而非個案認定 謝謝 勞動部竟然跟我們說 所謂的接任助理跟校方之間 是不是屬於共用關係 竟然要通過個案認定 那我們認為這個說法不但是非常荒謬 而且根本是跟常識是違背的 大家知道全台灣現在有多少名接任助理嗎 有十萬名 請問勞動部 這十萬名你們想一個一個一個人的去進行認定嗎 那請問十萬筆資料結束了之後 下一批下個選年度進來的接任助理 你還是要一個一個認定嗎 那你這樣子根本就只是在推薦你的責任而已 其實只要檢舉人提出檢舉案的時候 他當應該勞動部或勞動主管機關 你當在七天以內就要進行調查 在十四天以內就要有結果 可是高降公會推出了這個檢舉案呢 從去年十一月 十一月到現在已經超過半年了 我們竟然是收到一個 根本不知道是什麼的回覆 今年的七月三十一日 我們才收到勞動部 針對我們那個去年十一月的 居民檢舉的檢舉結果 它裡面呢 竟然指說 就那些已經洩露檢舉人資料的呢 只有八人是確認雇佣關係 要求大保 其他有十人已經離職 所以無法確認 然後呢有五人沒有雇佣關係 我們只收到這樣的回覆 也就是說 這五人為什麼不是雇佣關係 勞動部沒有解釋 至於那個離職的十人 照理說這些 這些的追討 是可以推錯五年的 可是為什麼 他只是現在沒有做計劃經驗 他就沒有辦法查他 就任的時候 是不是雇佣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勞動部在 這一個的檢舉案上呢 根本就是推破 而且是非常非常荒唐的 我一張正式的教育部的公文都沒有收到 勞動部的公文都沒有收到 一張都沒有喔 我一有 有點像是官方跟我確認的是 我們自己的校方 就是我檢舉方 我檢舉方跟我過來確認說 你是不是來檢舉我 那是 這是假笑嘛 我檢舉人家 然後人 然後我檢舉的 應該要幫我處理的人 沒有來跟我聯絡 反而是我檢舉的資本來跟我聯絡說 你是不是來檢舉我 然後 之後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就再也沒有處理 然後我一直到現在 沒有 就是學校還是沒有幫我加薄 三月份的時候 教育部他提出一個處理原則 在這個 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與勞動保障的處理原則裡面 就用學習的名義 去架空這些兼任助理 勞動的實質 那在這個學調會 在教育部的學調會上面 台大公會 高教的公會 高教的公會 跟政大勞成的團體 都離席表示抗議 兼任助理所從事的事情 究竟是不是勞動 他應該 實在用勞動現場 的狀況來判定 而不是他有一個 學習的名義 他就只是學習 沒有勞動 我們來這邊 第一個就是想問你們說 為什麼 固用關係是經過個案認定的 從以前到現在 從來沒有案例是 個案認定固用關係 應該這麼講 我們勞動部 現在非常重視我們勞動的權益 所以你們的訴求 我們一定會違法處理嗎 我們的訴求已經大概在一年前 就已經送到勞動部了 我們都一直有在處理 所以請問一下 到底十萬名兼任助理 什麼時候 才能獲到通案認定呢 我們總共有十萬名的兼任助理 我想是不可能 一個一個個案認定吧 每一個人的狀況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認為是要一個一個個案 到現在都沒有收到 我們在場有非常多的檢舉人 在半年前就已經提出檢舉 到現在沒有得到任何的答覆 我們有得到三批的檢舉 前面兩批都已經出現了 沒有在場就有檢舉人 在場有檢舉人 第一波的檢舉人都站在這邊 我們已經給過你幾次資料了 我們在這邊這場有資料 前面就給你資料了 五不用關係五人 為什麼 大概有三十一位 我們請高教工會 把確實的資料已經要不要 要不要公開你的資料 第一波 我們在講的是第一波 我們在講的是第一波 第一波你們資料都已經公布了 都已經洩漏給校方了 那一波的檢舉結果 是不是應該要公布 如果有個案的東西 勞保局已經正在處理了 沒有我們上一次來 就已經提出個案的東西 然後你們也告訴我說 你們正在處理 那是兩個月前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有在處理 那如果你還要進一步了解 你的案子 所以勞動部不願意 可以針對兼任助理的部分 進行通案認定嗎 好 本來僱用會 不是只有學生 每一個勞動關係 都是個案認定的 所以今天在Seven打工的職員 如果來跟你們反應的話 你們會先去確認 他的固案關係 一定是會先了解 這跟我們過去 這跟我們做 進行勞動檢查 檢舉是完全不同的處理方式 今天的這些問題 其實我們在過去的幾個月當中 已經都處理過了 你們都沒有回答 你們都沒有回答 你們回去都說 你們回去會處理 到現在都還是沒有回答 我們其實都已經處理 假設你們還有一些個案 你們覺得沒有的話 你們都把資料給我 我們都沒有問題 我們私下都可以來處理 不用私下 我們今天就是在媒體前面 我們就算你們 我就來處理完再走 我也是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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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是沒有結果 我今天只能告訴你說 我們一定依法處理 然後勞動部請問一下 我現在是檢舉人 我現在是檢舉人 我就是檢舉人 檢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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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对雇主过去的违法行为 应该要进行开罚的动作 那这样才有呈见的效果 不会让雇主都觉得说 我可以尽量拖 拖到员工去检举我再说 那如果你不进行惩罚的话 我今天是老板 我也会等到劳工来检举我 反正我没有任何的损失啊 我至少已经赚到前面 没有保的那几个月的那个保费啊 那结果他们却是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 反而说你因为已经离职了 你已经不在这个职场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帮你进行任何的 就进行 感谢观看